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腰股特工队 我是David 台北股市自从我们过去两个礼拜 跟大家预料会过万六之后 这礼拜加权指数再创这一波的波段新高 16600点以上了 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或者这里有一些蛛丝马鸡 可以提供我们做接下来投资的参考 记得按赞订阅锁定我们的频道 节目正式开始 来画面上第一张字卡 这个是加权指数今天收16622点 这个问题不大 问题比较大的是隔壁的贵买指数 从画面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比较到 投资朋友有注意到加权是创新高的 贵买呢 还没 贵买现在的高点是219.21 没贵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再来看以下这张图更有意思 如果我们把贵买指数拉出来做个图 做的更明显一点 贵买指数的高点是4月18日 219.21 好那画面上这个绿线呢 是3月28日的214.99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在台北股市加权涨了1000点之后 贵买才突破了214.99 昨天才刚上去 今天又Q回来 这不是好现象耶 投资朋友们 因为赞照过往我们的经验啊 加权指数一路向上的时候 通常贵买指数不会表现的太差 但这一次蛮特别的哦 整个5月份到今天5月30号 很明显的贵买是弱的哦 反而加权也是所谓的大型全职股 表现的比较好 好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从台指期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也蛮有趣的 来观众朋友们 画面上是台指期未平仓的图片 有没有注意到5月29日 怎么这里红色那条线 最上面那个红线哦 是外资哦 外资怎么缩手了 外资台指期竟然多单 揪起呢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更有意思 我们都把时间拉长一点 外资基本上这个多单哦 是慢慢慢慢到这边开始减哦 也就是说你可以突然发现说 这一波指数狂喷是外资进来的哦 外资先增持再减持 有没有注意到 可是你看投信哦 一路卖 自营商呢 从5月中开始也是一路卖 这个很妙耶 那为什么David跟讲这个东西很妙哦 大家去理解一件事哦 台湾的台指期哦 三大法人是必须公布你的流仓的状态的 对不对 你为平仓口述要公布 那这个对外资来讲哦 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为什么这样讲 外资的资金 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做 他不一定要做你台指期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过往以前啊 我们拿台指期 尤其是外资的流仓口述 到底是进多单还进空单 来判断行情上下 涨跌 对不对 或者说外资的态度 但现在啊 画面上这些东西 David提醒你一件事 外资的角色越来越不一样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渠道部分的外资哦 把台指期 以前下台指期的部分 下到新加坡的摩台去了 因为新加坡的摩台 一样是follow台湾的家庭指数 但是 人家不需要公布流仓啊 懂我意思吗 如果观众朋友你 你会愿意公布流仓给别人看吗 那外资想当然而 所以哦 你看这件事哦 画面上这张图 虽然目前 嗯 外资还是进多单 还这么多 你看 截至5月29号为止 进多单还要28000 但这个东西真的对吗 还是我们有别的思考呢 所以说今天这一集哦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要理解一件事 外资的流仓口述 在现在哦 它的参考价值是越来越低 你不要看到外资做多单 对不对 这么多这个拨问啊 绝对没问题 不要当想哦 有可能会突然反转的哦 所以这要小心哦 反而我建议大家看一个东西哦 就我刚跟大家聊的 你看贵买就好了 今天说好朋友们 你就观察一件事 台北股市的中小型的指数 就贵买指数 214.99好不容易站上的 那上面画面上这个高点 219.214月18日这个位置 能不能够站回去 如果不能 或者贵买突然出现回档 这要小心哦 因为短线整个5月份哦 加全指数 涨幅是非常惊人 上千点了哦 涨了一千多点的加全指数 一有风吹草动 赚钱的朋友 一定会想卖啊 那个卖要是会出来的哦 所以今天这一节节目 特别提醒你这件事哦 短线上加全指数 确实有涨多的现象 要特别留意 不代表说一定会回档 但是如果有这种风险出现 它回来速度 应该也会蛮快的 给你做参考 好 接下来呢 来跟大家聊聊一个新的东西 今天的新闻非常有意思哦 台北股市今天联发科大涨 联发科最大的新闻是这个 联发科结盟挥达进军车用 是今天联发科大涨的理由哦 另外一个新闻更好玩 是联发科 哎呀整个安卓手机卖的很烂 联发科惨兮兮 但联发科请记得好朋友们 台北股市过去这个月的题材 只有一个 叫NVIDIA 灰达 AI 除此之外都没了 所以整个联发科今天再创近期的新高 完全就长这个新闻 跟辉达结盟 但好朋友们 我们讲一句老实话 即便联发科 结盟辉达 强强联手 但车用的晶片 依旧是很竞争的哦 你不要看到新闻说 哦 联发科能够有辉达加持 很兴奋就跳下去 联发科的手机晶片 本来就是个很竞争的市场 他今天结合了 辉达NVIDIA 揭入了车用晶片市场 先跟大家讲 车用晶片 依旧是非常非常竞争的市场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 我们如果中性来看待 是只有题材 有话题性 但能够为联发科 贡献多少 打文好 现在看不错 给您做参考 好 哪些股票我们要留意 这件事就很好玩 这一波台北股市 其实有个族群 除了我们最近讲AI很强之外 有个族群非常非常强 我们刚讲车用晶片市场 车用的股票谁强呢 今天2454联发科大涨之后 大家会觉得 原来联发科IC设计这么强 不要搞错 他今天涨的 纯粹是切入车用晶片 所以我们该把角度换成什么 看车用的股票哪些好 车用股票这一波很好玩 可是被我们注意到台北股市今年以来 已经过了5个月了 今天5月30了 这一波的行情 车用相关的股票 几乎都涨大值的 就是卖你整车的品牌相关的股票 比方说来 画面上这个真的有够夸张 鲁榴花车 我们把图天数放多一点 你去看 鲁榴花车 你有沒有看到 他从40块涨上来的 40块 40块 今天喷到89块 鱼龙车股本100亿 涨成这样 好 再看2206 山羊工业 对 山羊车 autobire 对 山羊 涨成这样 也是40块 喷到现在79块 股本的79亿 车用里面都不是小股票 反正这一波全部都是涨 卖整车的 品牌的 好 再来 核泰汽车 核泰车 也这样标 对我们这一波 你会发现 靠朋友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很离奇的现象 以前我们认识的车用的股票 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比方说6258 这是少数小型的车用相关股票 有大涨的 绝大部分我们过去所熟悉的 车用的股票 不管什么 核大 帽连 什么一大堆 这一波的涨幅 几乎都跟不上 反而是这种 中大型的股票标最凶 唯独一档 是跟育龙车有关系的 叫江生 电动巴士的 这一波 算蛮强的 但江生这张股票是小型股 非常非常小 而且 好朋友们 我没有要你追 记得我DV今天跟你讲的 虽然我喜欢腰股 但这里 有风险偏高的现象 我不建议你追股票 江生平常没事的时候 不涨的时候 能霸电话 两百张 所以这个量有点小 甚至有时候平常一百张都不到 所以这样股票呢 你可以参考用 就是说 育龙车 你聊到的时候 也会聊到 像江生这样的股票 是因为两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我们刚刚跟你做的分析 这个行情真的好玩 好玩在哪 大的 大的股票强 育龙创新高 对不对 最近三洋车创新高 大的股票强 反而中小型股在过去这段时间 是偏弱的 这完全符合 刚跟你介绍的 台北股市过去一个月 加权指数涨很凶 市场有点兴奋 但贵买指数 中小型股 很平淡 这件事 投资朋友们可以再注意一下 美股也一样 美股呢 大型股强 我们所熟知的 S&P500啦 肺半 强 也其实肺成半导体 大涨 因为NVIDIA的关系 可是大家去留意 美国的中小型指数 像罗素2000 罗素3000 没去 今年以来 几乎都没什么涨 这很特别 这代表这个多头 从我们认识的 12600多点 到今天16600点 这4000点的空间 很多股票是跟不上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可以提这件事 从去年10月底 我们开始慢慢一路做多到 现在已经7个月了 我觉得事实话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开始有些不同的变化 如果如我们刚刚讲的贵买再跟不上的话 接下来的行情你反而要提高警觉 会不会突然有卖压呢 我们慢慢看 好 好紧接着来跟他聊聊下一个有趣的议题 画面上是投信买卖超近期的排行榜 好朋友们你仔细看 以前这么多年以来 来投资朋友们 你对投信的看法是什么 毕竟现在已经来到5个月底 下个月是第二季的最后个月 会不会有投信的作帐行情 有吗 有还是没有 如果有的话 投信作帐的标的会长什么样 如画面上这张所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投信最近买的凶的股票是什么 伪创 第一名 第二名长荣航空 第三名开发金 第四名中钢 怪了 投资朋友们 你有没有发现他 唯妙之初 都是大型鬼 伪创 长荣航空 开发金 中钢 永丰金 好了 唯独这个2421建基小一点 再来日月光 国泰金 云大金 技嘉 群创 几乎都是清一色 越大支越好 这个不会很奇怪吗 这是投信 这不是外资 以前的投信 我们都会认同他 投信会买一些 认养的 认同的 业绩高度成长的一些 中小型潜力股 以前投信任养的 或者投信有作战行情的时候 买这种股票正常吧 从这一波 从去年11月12月到现在 David观察了非常多个月 包括今年以来也是 投信要么买群创 友达 要么就是开发金 这一挂的 要么就是伪创 还有之前那个 广达 都买这 不然人保 都这种的 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件事 好 那先从这些事情跟大家聊起 我们一档一档跟大家做说明 投信任养的股票 有机会 首先 最近的涨幅很夸张吧 3231 以前你所认为 我所认为的大牛股 伪创 股本291 这一波涨幅 应该比绝大部分的股票 都还要表吧 有人说 这是因为00878的关系 OK anyway 但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 那为什么投信狂买这种股票 疯狂买进 新闻又会认为说 这家AI概念 但David想反思一句 如果AI概念的话 那正常来讲 中小型股有AI相关的 之前也标过的 应该会蛮强的 可是这一波很好玩 投信完全不买小型股 全都买这一种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预估 如果6月份真的真的 会有一些 作战行情的话 伪创还是可以看一下 虽然最近贵 另外一个 广达 戏称没法收 这些过去的笔电代工厂 现在这变什么 伺服器代工 就我们刚讲 画面上的广达公有诡创 广达也长这样 也是这一波 投信买完之后 把人也追 外资也买 然后股价供上去 反观 其他伺服器的股票 这一波也不见得有上去 反而全部都是广达公伪创 再看一个件事 这个人保也是 所以才有人想说 以前我们认识的电子五哥 都笔电的 现在是不是变成什么 AI五哥 伺服器代工五哥 不见得 但目前来看 台北股市确实这一波大涨的 全都是这种中大型 刚刚讲的人保 广达 伪创 都一样 而且现行也非常非常像 更好玩的是 全都是法人去追的 所以如果下个月 要有作战行情的话 这个族群 我还是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还好吧有机会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航空股 2618的长荣行 也是近期呢 外资买的 这应该真正是 投信也买很凶的 不过这一点 我比较觉得奇怪 即便说暑假效应 但是实际上 航空股还是那句老话 航空股在整个市场上 你要它真的能够赚很多 其实是有难度的 其实是有难度的 这过往的几十年都是如此 所以我刚刚看了 这么大一个run 不管是华航 或者是长荣行都一样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传产的 过去传统上 我们讲的比电代工 这五个 怎么突然变AI 这相关的 这些都印证同一个现象 投信这一波的买法 真的是挑大 不买小 小型股 中小型股 几乎都没有 就像我们刚刚画面上给你看的 你从第一名 看到20名 几乎没有小型股 我那边看最小最小的 见准吧 没有更小的吧 其他都是大型股 没有一支小型股 这非常有意思 就是以过往这么多年 我们在认识投信的买卖潮来看 从去年年底这波行情到现在为止 投信这个做法是跟之前很不一样的 压保在加权指数 完全不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小型股在过去喜爱的 现在这一波完全没怎么做 这比较特别的 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大家留意一件事 最好一件事 来到了现在越来越热的天气 画面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投信买的还有一个族群 1503第14名的市电 会不会6月份缺电概念股 会再来的呢 来我们一档一档检查 什么叫缺电 讲缺电 我觉得稍微笼统一点点 应该讲除能股 为什么除能重要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David在这节目上 邀古通对于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 华城中心店这个节能除能的 以我对他们今年跟明年的展望来了解 未来肯定还有机会 只是短线我个人认为 现在真的有一点点贵 我一档一档解释给大家听 首先领头羊1519的华城 其实3月份3月底 跟大家介绍才70块 如果你有常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在更前面更便宜 到这个礼拜已经喷到140 你没有听错 3月底他才70块 到今天5月底 他已经整整涨一倍了 1519的华城 市场现在在估华城 他在涨什么 除了节能除能整个除能相关的设备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从去年赚一两块 到今年4块以上 到明年有机会赚6块 甚至7块钱 他在起座 但是以画面上你看到1519华城 今天的股价霸系抠140块 假设我们大胆推股真的华城明年赚到7块钱 20倍 也不算便宜 扪心自问 以一个重电15类的股票 本一笔拉到20倍了 不算太便宜吧 所以提供大家参考 未来依旧是好的 但现在要不要进场呢 我个人不建议 再来 1513的中心店 刚刚华城聊过了 中心店跟华城一样 有同样类似的现象 其实大家要么注意到5月份 他们公布前面第一季赚多少 前面4个月赚多少的时候 其实那业绩好到吓死人 华城中心店通通都有 但你有没有发现 近期慢慢慢慢 华城有再继续涨了 但中心店 有点预阵乏力 对不对 好再来 1503 试链很强 这个投信有买的 近期这一波也涨得非常凶 从780块上来 今天股价140 也是一倍了 还是我刚刚那句话 如果是两个月前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买 我们就请客户进场 也有请投资朋友们 你有锁定我的频道的 这款你应该都有 但来到近期 我真的觉得第一个 加权指数有点不过贵 加权指数也不便宜 已经来16600 第二个 两个月 涨了一倍的除能股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再进场 另外一个理由 分享给大家听 如果投资朋友们有兴趣 可以参考一下 有没有记得我讲过 说除能股有特色 涨两三天横向 再涨再横向 好 试电 2月份画面上涨这样 对不对 整理到3月底 4月初才涨 然后再整理再涨 你会发现最近角度越来越陡 这个股价的上升的角度越来越陡 不太整理了 好 再来刚刚那个1519 滑成什么 前面是涨一小段 整理 一小段 整理很久很久 再一小段 最后用喷的 所以我们发现最近除能相关的股票 股价都有一点点过热的现象 什么叫过热 平常不太涨停的股票 开始疯狂上涨 或者开始拉涨 连续性的红K大涨 这都是什么 股价很热很热的时候 才会有现象 那当然 如果您跟我们一样 是在3月4月 3月底4月初就买好的朋友 你不会想卖吗 你会这样想 市场很多人会这样想 再加上加权指数已经涨得比较多了 这都是一个 如果万一啦 有一天市场开始震荡 回荡的时候 这些涨多的股票 很容易低一个遭殃 所以说即便它未来性很好 题材很好 但以现在这个价格 我不建议你进场 好 再来我们一个一个检查 那东元呢 其实也一样 以504的东元 也有类似的现象 所以我刚才讲 其实台北股市很好玩 在过往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介绍的这些 不管是节能除能 或者之前双一世纪 这种很夯的股票 甚至来到这一波 你会发现整个股票 怎么越涨越特别 涨一些广达 涨伟创 涨一些之前拉不动的大牛股 怎么今年特别特别的强 很久很久没来 以前很牛皮的股票 这一波特别特别的强 其实这个反而是 在股票市场上 如果你是投资 比较长久的朋友 你都会注意到 这种特别的现象 这种现象 不代表行情特别好 而是代表它特别的诡异 对 我指的诡异是指 这有过热的问题 熊贵杰 洗肝 2457 悲鸿 这一档也是之前跟大家讲过 从不赚钱变成赚钱的公司 节能除能 我们讲的充电桩代表性的个股 这个股票今年 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应该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个题材 节能 除能 刚刚讲的这五六档股票 今年就算短线已经涨完了 下一轮 他们一定还有机会 下一轮他们一定还有机会 好 节目的最后 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 刚刚聊到贵买指数 如果 未来几天 或者来到六月份之后 我不晓得哪一天会出现 如果有那么一天 贵买指数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长黑棒 万一 因为贵买一路往上涨 往219公 这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赚 但如果真的不幸出现比较大的卖压的时候 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这代表整个行情即将出现回档的征兆 如果贵买有这种现象 请今天看完腰股特工队的朋友 记下来这一点 你要提高警觉 当贵买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 手边的股票请先行减码阴影 好 希望你今天喜欢今天的节目 那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腰股特工队 各位每周二晚上8点准时播出 记得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 您的留言 您给我们的建议 甚至你想知道一些更detail的东西 你都把它写下来 搞不好我们下一集 有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问题 好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咱们下回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